大家好,我是老胡,欢迎您捧场胡关正经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家瑞典的企业叫一家 大家知道,在世界杯期间,瑞典队表现不错 尤其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是大战英格兰 那么英格兰赢了以后,大量的英国球迷就冲进了英国的瑞典企业一家进行庆祝 这一下子火了,一家几乎成为了瑞典的代名词 我们知道一家在中国也有很多店铺 其实早在98年,那是20年前了 一家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家居商场就在上海的徐汇区开业 整整20年下来,大家知道中国的一家发展得非常迅速 可是就在20年之后的今天,就是现在 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才迎来了第一家一家商场 为了这一天,我们说一家足足准备了十几年的时间 为什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印度,直到今天才有第一座一家呢 我们得聊一聊 其实早在1986年,就是比中国还早呢 一家就已经开始在印度做生意了 从印度采购什么纺织品、塑料、灯泡、金属原材料等等 到了2016年统计,一家从印度采购的商品价值达到了3.37亿欧元 但是我们看到,这十几年来,一家在印度 我们可以讲是经历了千难万难的艰辛和坎坷 2006年,一家就提出,说我在印度开个店吧 但是呢,当时的印度是不允许外商独资在印度经营零售商店的 那么经过三年多的游说,一家还是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那大家看一看,这和我们中国态度完全不一样 你看看中国现在多少一家了 2012年1月,印度政策调整了 印度是允许单一品牌的外商独资零售企业进入本国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使用本地的原材料和食品 大家想想一家在中国,你吃饭那是纯正的西餐 印度就不行,你得吃印度餐 那么这个条件虽然很苛刻 但是一家看到了希望,开始和印度 我们到家里面帮我们打电话 到家里面帮你评计了